唐牛談談大事的情況 昨天夾上去 很好的升幅 恆子上回二天線 還有保力加通道也看到他上回中足樓上 講估下一站你看什麼位置 會不會都是20776點 即是5月5日的列口頂部 大家看著那些位置 會不會大家都看著又反而有些危機 我想都挺看業績的位置 如果你說今天 看看京東開成怎樣 因為昨晚京東也挺波動 今天也似乎想開高 看看會怎樣 因為騰訊 接下來有業績 看看這一堆股份會不會扯上去 我就覺得勢是可以的 還有我覺得 因為有時候港股 你不要真的 就像Mandy所說 看報紙炒股真的很嚴重 有時候看新聞 不要看報紙 看新聞 因為很多時候的滯後 變成你真的要很前瞻地看下市場的反應 或者資金的情況是怎樣 因為現在出了很多好消息 你看到最近 你說流行又撐平台經濟 車股那邊有很多補貼 又說要谷 等等 變成市場就走上去 還有A股也是 A股你看到3000點那裏 保衛得很好 完全不會再貶 保衛得很好 還有人仔也能夾上去 所以變成之前所謂的壞消息 人仔跌 或者是可能講一些 講股什麼 或者是走資的 是 藥房兌換保證 是 完全大家不會理 我想都是看錢去炒 是 所以看這一轉 真的2008、2007那些位 補不補到 不過說真的 去到那些位的話 我想大家都是想 會不會做一下 那些 我想不用這麼心急 看看真的補不補到 如果補到會不會再夾高一點 可以留一點點空間 給他over shoot 可能21000那些位 是 有朋友就問 市場還會不會跌下去 嘩 這些問題真是 一流 市場跌下去 現在就在跌 2048 94點 跌著18點 不過說真的 我覺得 我純看行指計 我覺得 先看看 昨日的開市價都頗重要 是 昨日的開市價應該大概是20193 我當你202 我覺得這些位都頗重要 為甚麼這樣說 因為昨日 還記得上個禮… 今天是星期幾 今天是星期三 今天是星期三 星期一 星期一那一刻 其實市場都頗靜 如果大家留意 靜到以為沒有北水 因為時間是沒有 下午的指數好像只有幾十點 是 是 然後昨日 竟然一開出來 高開的水平 高開的位置 就過了 星期一的高位 我覺得變成 星期二開市的位置 都頗重要 所以這些位置 不應該穿 如果穿了的話 就真的有機會 會回來了 所以我想 如果大家做好倉 就看著2022來做 是 我想這樣說 會不會是 有機會 我們會不會 有機會 如果大家看不見 你會不會